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4年6月24日美国东部事件 现在是晚上时间 有一辆在江苏省 苏州市一所日本学校的巴士 在日本学校学生的巴士 周一遭到一名中共国男子直接的袭击 遭成两名日本人和一名中国人受伤 其中中国人伤势严重 说这名男子手持一把疑似刀子的物件 在巴士抵达公交车站时 在公交车站 直接用刀捧 直接一对日本母子受伤 两人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一名中国公交车服务员被刺伤后 情况危急 这个 这名男子行凶动机 说是否可能与中日关系紧张时 日本驻山总理事馆官员拒绝发表评论 并称当地男子已拘留 当地政府已经拘留干男子 并进行调查 这个这是上次长春啊 是吉林啊 当时在中国任教的四名美国大学的教授 五名啊 遭到迟到伤人 现在啊 又一起啊 这很明显 这是习啊 在国内推行所谓的仇日仇美的教育啊 民族主义教育 导致的结果 是不是 这都是啊 啊 说白了 这绝对是中共啊 有意识的 发动这样的老百姓 什么洗脑以后 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对美国和对日本的一个威胁警告 这是毫无疑问的 虽然你觉得很难有证据说啊 这个人一定就是他们安排的 但是我告诉你 当时文革 毛也没有安排任何人去打打枪 但是他会产生一个这样的连锁反应 这种连锁反应就是啊 洗脑的结果啊 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 最终的结果 就是这个结果啊 就是这个结果 是不是 当然 什么就说白了啊 中共经常玩这一招啊 那么当时文革的时候啊 把人拖到街上 那都不是 那毛说我也没亲自让他安排去 是吧 这为了都是为了忠于毛主席 是吧 忠于党中养啊 文化大革命 达到一切牛鬼蛇神 现在的牛鬼蛇神 只不过变成了愁日愁美 愁美愁智 是吧 这就是习在玩火啊 习在玩火 一个重要的显现出来的一个现在的结果啊 你怎么看 基本上是这样 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个 首先肯定 可以肯定的是 中共 长期以来这种 恒效策击的去宣传这个 对于这个 美啊 日啊 其实是除了中共之外的任何的 当然 美国在中国那儿 有这个这个名词的美国美帝国主义 日军国主义 它就是 就是比较好的能去引导 当年多少有一点什么这个 实质性的理由 是它引导民众的这个思潮的这样的工具 但是呢 这么多年以来呢 就是也没有 中共也没有 没有去 扭转这个事 并且在好多程度去推波助澜 那个事情 就是 它实际的作用就是 告诉这个圈里的猪 外边有狼 它就是这个作用 但是你 我还是跟上次那个 美国教授 几名一次的那个事件 我也表达过 就像你说的 你不见抓不着证据 而且很有可能 中共它不会去让你主动干这事 但是 老经经常会 而且 接下来可能会越来越密集的出现这种事 会是什么原因呢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很有可能是 这个目前中共社会的这种 就是强压之下 就是各种社会矛盾和压力之下 它本身就出了很多其他的社会问题 也许 比如说什么幼儿园那些 咱们都已经司空见惯 就很多这个 懦弱之人 不知道这个这个连上坤都 哭坤都找不到坤头 这个这个不知道这个真正的仇敌是谁的 这些懦夫们 却在上街做这种无差别的这种反社会的行为 其实我相信类似这样的事情 它也有可能 但是它里边掺杂了长期以来的 对就是仇日仇美啊 这种这种这种 被灌输进脑子里的这种 没经过任何思考的这种东西 其实你要让我分析 就是要说原因 在我看来 我的设想大概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事情 其实是非常丑恶的一种 一种一种事情 就是说 为什么会有这个 你要说是一般犯罪 真的犯在一边 任何人的社会 尽头那倒是都有 但是这种无差别的这种攻击啊 或者说类似恐怖行为 恐袭的这种行为 行径 而且还要波及到 跟你没有任何这个 这个这个实质性的 这种 这种所谓 怎么说的 仇怨的这样的 这个其他国家的人身上 这个是一个 就是极其愚蠢 你知道吗 就是 他相信这个人 他能去干这个事 他肯定是 也是一个边缘人了 就不管他是说脑子不清醒 还是说经过什么 怎么样一系列的策动 那他肯定是一个可怜之人 但是非常可恨和可耻 我觉得这样的事 我虽然不想看 但是我相信 在接下来还会继续发生 而且也许是 当然了 中国国内部的人 去承接这样的事情的 这个概率就更大 也不排除 你想习共一边什么 什么面前外国人啊 把你都引进来啊 然后一方面就是 他也没法管控自己的 这种治安和他这个 这个实际的这个 社会矛盾和压力 而且就是结合现在 整整体的这种经济状况 不是已经轮到这个 银行金融口了吗 今天还有说这个 什么 好几十个银行合并的这种动作 说白了就开不下去 倒闭的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说法 所以说这里边已经会有的损失 会产生更多这样的边缘人 就是脑子里装了一坨屎 就去去去做干这种 无差别攻击的这种事情 他需要 要简单讲 他需要发现 他或者是这个产生这种反 反社会的行为 他就会要 他就会有这个机会 行使这种行为 所以这个事本身 就是说一千道一万 都是中共的原罪导致的 但是我们一直在这说说说 就是说他这原罪到底有多丑了 都有多邪恶 其实都体现在这样的 类似这样的一件一件事的当中 我倒先说这 这明显啊 就是发动老百姓 做这些威胁恐吓的事 当然他绝对不会承认 觉得这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那肯定导致的 结果就是 你日本是不是 这个跟美国再继续搞在一起 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就按戳出 我们的人 我们的人民是不答应的 就是说你没有 你你不可能在很轻易的推翻我 然后你你来 就是接受 这个这个十四亿顺民 你们想都别想 这个我觉得是他的这个想说的潜台词 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我倒了你们 你你也别想有好果子吃 但是这个也很蠢 你知道吗 他这事是这么设计的 但是也还是很愚醋 好啊 这里还有一个啊 一个新闻 瑞银向北京国资委出售瑞银中国合资公司 百分之三十六点零一的股份 然后北京是国有资产 将持有瑞银中国百分之八十点零一 八十五点零一的股权 这个瑞银 星期一宣布 其与方证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已经以北京国资公司就出售瑞信证券 有限公司 共八十五点零一的股权达成三方协议 该交易包括瑞银向北京国资公司出售所持有的瑞信证券 三十六点零一股权 对价为九千一百三十五万美元 以及方证证券 向北京国资公司出售其所持有的瑞信证券 百分之四十九股权 对价为一两四亿美元 瑞信证本次交易经过的全民的经过流程 交易完成上去获得必要的监管批准并满足 习惯常的啊 满足惯常的交易条件 瑞信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成立2008年是瑞士信贷银行有限公司 与方证证券于中国成立的合资证券公司 自2020年6月起 瑞士信贷银行持有该合资公司51%的股权 深入股权为方证证券所持有 2023年6月 瑞士信贷银行并入瑞银集团 今年5月31日瑞士银行和瑞士信贷银行 雄心工程打击 这里 这里头啊 牵着到也挺多方证证券啊 这里头 那么北京国资把它买了啊 你觉得这里背后看出什么 你觉得有什么看点 你觉得这个新闻啊 嗯 我觉得这个首先来讲 它肯定是一个搞不下去的一种状况 它不是正向的这种发展 人家想办法脱离你的这个体系的一种表现 但是之前也有所耳闻啊 就是中共原本的这个金融圈子里头的 极其烂嘛 极其复杂 极其这个这个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黑暗 然后方证证券我也大概听过 这这边事都多了去了 所以说 呃 但凡可能还有点这个正常的说是去想继续 怎么说呢 保证保证自己点正常运营的这种商业的这个商家 那不光是不管你是不是做金融的 我觉得他都会想尽早尽快的把这个 从中共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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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分坑里边脱离出来 我多多能看到这个 但是其他具体的就涉及到 我就现在我倒没有什么了解 但是郭提到什么瑞盈什么方针啊 看着好像好像 我都被北京是国资国有资产管理 那北京是国资委 那不就国际资产说白的归谁啊 蔡奇吗 蔡奇不就是习吗 是不是啊 啊 就等于说 搞来搞去 最后 都归习了 就是郭搞来搞去 就是帮这个什么方针啊 什么瑞盈啊 这个 做了个做完以后 做完成了工作最后很便宜的价格 归西了 是不是 北京是国自由买 买了以后 可能又再操作一笔 又又可以回到 买的习手上 习的公司的手上啊 反正这里头 挺那么乱的啊 是不是 因为卖的挺便宜的啊 才几千万 三九千多万美元啊 你说白了 他其实这个 我觉得你说那体系 当然肯定都知道 跟他们绝对脱不了干系 而且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和这个钱 就代表了人家 我就不赶紧玩了 拉吹吹了 也不值钱了 我就能走 赶紧走吧 其实是这样一个状态 他也确实本身他这个金融公司 自身他也不值什么钱 他可能目前也没有掌握什么其他资产 我觉得是这样 你说那对啊 就是我之前没想起来 这个郭鸭子提这么多这个事 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 那肯定是跟他们脱不了干系 对 是吧 这个 郭鸭子 绝对的 所以这里头 哎呀 慢慢的 郭大鸭子 这哪儿都他有一腿 这才是真是这个 他的席的这个 那个这个 影子 绝对 是席的特务 我告诉你啊 是肯定的啊 有一腿是很正常 他们任务就是派出来 就是干这事的 17年18年 17年就是帮席 一统天下 把那妈的 王岐山给灭了 知道吧 把什么 我知道 明白不 后面就是 所以 他欲针而没 知道吧 所以席为啥不行 搞美国 都是这选手 都这么 就这点水平 我操 那就放心了 他要说没啥意思 或者说席手里 你看席手里出来 撂过蹦的 就是搞的鼓动 声音最大的 其实还真就也就算过鸭子了 别的都 当然比较 你看 你看这绝对是习的人 妈的 你看也能不能出啥东西 知道吧 虽然奉旨在那里骂一骂 哎呀 没啥一毛用 知道吧 是吧 好踢球的 好下棋的 都是都是他们一戏的 对对对对 好 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别忘了点赞分享 再见 好的 再见